诶 古阿默有200多万粉丝啊 人气只有100啊 好好笑我哈哈哈哈 我要回家看直播 你们都不要打扰我 我今天一定要看10个小时的直播 谁阻止我我就给他臭脸 尬你们这些王八蛋 不要阻止我看直播啊 哈哈哈哈 再来我们看一下 奇珠上高速 我是个独生子 有时候真的很想要有哥哥姐姐照顾我 或是有弟弟妹妹可以照顾我 在失落开心的时候有人分享 这种心情要怎么平复呢 你这个问题我觉得要拆成两段哦 首先你想要有一个哥哥姐姐可以照顾你 这个部分的情绪 我们可以转化成 你想要有人照顾你 所以谁可以很一心一意的照顾你 就不一定是要哥哥姐姐啦 你可以请一个保姆 请一个找一个男朋友 都会有人可以照顾你的啊 你要解决好 那个你应该要去寻找一下 自己真正的问题根源是什么 好再来 你想要有一个弟弟妹妹可以照顾 嗯照顾人不是很累吗 你真的有想要照顾别人吗 好不管 假设你真的也想要照顾别人 应该不限于弟弟妹妹嘛 你可以养一只猫啊 我跟你讲猫齁 很好养啊 你先试着练习照顾猫开始 好不好 如果你连猫都照顾不起来 干我觉得你还是不要照顾弟弟妹妹了吧 你去问你妈小时候养你有多痛苦啊 半腰起来喂你奶啦 很累的啊 照顾人没有你想象中的这么简单啊 好最后 再来你说失落或开心思都没有人可以分享 这个问题呢 也很简单啊 你只要去就上网找人聊天不就好了吗 你就玩吃鸡啊 玩吃鸡进去之后你就不要认真打啊 跟那个人聊天吧 太多人可以随便找人聊天啦 所以你这个开心跟失落其实应该是 缺乏自信的一种象征是不是 你需要跟人家分享喜悦来提高自己喜悦的价值 看失落的时候希望可以有人安慰你 这个其实应该是 如果追根究底 我个人觉得比较偏向缺乏自信啦 就是如果你很有自信的话 应该不care别人 我是这样子觉得啦 我个人觉得好不好 你们不一定要就是接受 就是个人言论 所以要怎么样提高自信呢 那大家叫他 去运动 懂不懂 运动 强健体魄 人抵抗力变强之后 对什么事情都有了自信 有了自信之后你就不容易失落 考零分也不会失落 再考一个零分就习惯了 对不对 考了一百分 就算不跟别人分享 也是觉得很爽啊 我一百分啊 自己就可以自己带给某满足感了 所以去运动吧 去运动啊 我老实说你这个问题 我真的听很多独生子讲过啊 有很多独生子都很羡慕别人 有兄弟姐妹情 然后我就问他们说 你想要兄弟姐妹情干嘛 他们就会说 我想要互相陪伴 我想要有人可以照顾我 你想要互相陪伴 你就去交男女朋友啊 想要有人照顾你 你就去找佣人啊 就这样吧 下一题 我有问题要问 中考后没考上高中 去了高职 很后悔没考上普考 上了高职后 感觉以后就更没有希望 是不是真的是这样 这是第一个问题 同学说就算考上普考也很累 还不一定考上大学 不知道是出于安慰才这样说还是怎么样 但是在高职里也是浪费时间 读完高职 如果考上大学后 可能没有资金去攻读 而且大学里学不到什么 想想最坏的打算 没考上大学 不知道该做什么 应该去工作吗 就算考上大学 从高职出来的 找工作也会遇到麻烦 感觉未来一片黑暗 你瞧不起我是不是啊 我也是高职毕业的啊 高职毕业的怎么了吗 高职毕业的就是智障 是吗 活生生的例子就在你眼前 好不好 高职毕业怎么了吗 嗯 没有怎么啦 每天还不是这样日复一日的 世界就是这样运转 不会因为你读高职 还是大学就怎么样啦 好不好 谁跟你说没考上普高 就会混得不好的啊 叫他出来跟我讲 别说我啦 有多少成功人士没有考普高啊 不是 不是只有我而已吧 你懂吗 我不知道这个迷思是谁灌输你们的啊 但是根本就没有所谓的什么 上了高职 未来就没有希望 没有希望是你自己告诉你自己的啊 你在帮自己的堕落 帮自己的不成器 不成才找一个借口而已啊 不然凭什么说没有希望 我觉得高职也很有希望啊 好好的把高职读完 我一样考上大学啦 然后呢 我一样把大学读完啦 而且我告诉你 我大学还全部都60分毕业啊 怎么样 我现在混得很烂吗 别说我啊 有多少成功人士 连高中都没读的 你们自己去翻书 不是我在打嘴炮啊 好不好 所以我就跟你们说 有空啊要多看书 看看别人成功的经历 好不好 你就会知道 真的不是 学历是一切啊 学历很重要 我不否认 读书很重要 我也常常看别人的书 你们常常听我讲话就会知道 我都会说那是我看哪一本书的 只是我早就忘记我从哪一本书看到啦 重要的不是在哪一本书看到啊 重要是我曾经看到过啊 所以我们读书这件事情 一生都在进行啊 你看为什么有人到了四五十岁之后就 在变成你眼中的废物老人 干因为他不学习了 你知道吗 因为他不学习了啊 为什么他不学习 我不知道 但是至少 我这一刻做选择的话 我会学习到死啊 你看我每年都在搞新东西啊 我去我今年是不是搞了一个凤梨书 我他妈这辈子都没卖过凤梨书啊 我还不是来卖了啊 这就是学习啊 学习凤梨书的过程中我学到多少东西啊 讲都讲不完哦 我跟你讲啊 所以针对你第一个问题 我不觉得上了高职之后就没有希望 再来你同学说考上普考 还不一定考上大学 他不是安慰你啊 这是事实 没有什么东西是绝对的 好吗 再来第三个你说在职高里浪费时间 唉 浪费时间也是你自己造成的啊 如果你真的觉得在职高里 没有学到什么好东西 那就 我不知道你们适不适合 有没有能力再重考 但是我看过很多重考的 他历经了一年 好好的去读一个 自己想学专业的职高 之后也混得不错啊 啊 总之 如果你觉得学校学不到你想要学的东西 那你可以回家自学啊 现在网路多方便啊 现在网路方不方便你们自己说吗 有什么东西百度不到的 有什么东西Google不到的 好好自学啊 不要依赖别人嘛 所以你自己可以扭转你自己的人生的啊 那既然如此的话 未来找工作也是一样啊 你扭转自己的人生好好去学一些东西 以后去找一个自己想做的工作 不知道要找什么就先从最简单的入门 我分享过了嘛 我也是从最简单的入门的啊 我学电脑工程的 我学网路电脑工程的 我毕业后 曾经也曾经灰心道想说 干就去我家对面那个修脚踏车店的地方 学习怎么修脚踏车 但是我跟你讲 我在脚踏车店的门口 好 我要进去面试的那一刻 我在门口停了五分钟 我决定去当游戏企画了 我要追寻我的梦想 后来我去当游戏企画之后 我被调去写游戏攻略嘛 我变成编辑 我变成编辑之后 我发现我 我是很有写稿天分的 因为打嘴炮嘛 那我是不是就找到我的未来了 所以不要放弃希望 未来就是一直找的 没有人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啊 想办法把今天过好就行了 知道吗 好啦 底库说我是一个UP组 但我快两年都没上50个粉丝 蛤你平常有在上你的粉丝 虽然脱根很久几个月了 但我的视频也加了很多剪辑 应该比一般UP组用心 但就是红不了 别人随便发随便剪辑都不用 干嘛就会有一万粉丝 但我就算拍微电影不行 别人微电影都没有我用心 只好删了 差点几次都不想干了 但几个月后一些快速火爆 红爆的UP组吸引了我的注意 我想红一把 但还是没成功 脱根可能找不到录制屏的题材 被迫玩逃生 我怎么样才能变红啊 唉 你知道吗 我也想当歌手 但是我唱歌能听吗 你们有听过我的妖艳见惑吗 有的时候我们人 要知道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在哪里 才有办法去干一些自己熟悉的事情 你看我在这里聊 跟各位聊天 我个人就觉得 比我去唱歌轻松多啦 为什么 因为我习惯聊天啊 对不对 所以 你要想的第一个问题是 你适不适合当UP 再来第二个问题是 你觉得你很用心 你觉得别人没有你用心 这只是 你自己觉得的而已 我个人相信 所有的人把他的作品放在网路上 他都是用心的 没有人会想要上来搞笑 好不好 每一个人都是觉得我的作品是用心的 所以不要觉得别人的作品不用心 他会红 绝对是因为他用心做了一个作品 吸引到别人 接下来呢 你说你脱根可能找不到录题材的视频 题材这个东西啊 是所有UP族 最大的困扰 你别说你们了 你看我做过多少类型的视频 我从说电影故事 我到去讲日记 讲游记 然后还有讲什么 讲电视剧 然后勒 讲做菜 我试过多少种 我也在摸索哪一个题材好啊 我们就说 我不是有一个节目叫做 打嘴炮的节目吗 你知道为什么打嘴炮节目 我更新到第六集 我就跟不下去了吗 因为题材很难想啊 所以 如果针对题材这个问题啊 我只能告诉你 每个UP族 都有这个困扰 只是我们解决了 那你要怎么解决 题材这个问题 这就是靠你的天分了 那 回过头来 你就要看我刚刚分享的这件事情啦 你要先思考 当UP族 适不适合你啊 就跟我不适合当歌手一样 干我超想当歌手的啊 我连第二首歌都写好了 词根曲都写好啦 到现在还不是陈锋在那边 我唱的很烂啊 我自己知道我唱的很烂 你知道我的 帮我录专辑的那个老师 我就问他说 你觉得我唱的怎么样 然后他就大概停顿了5秒 跟我说 阿摩我觉得 唉 可能我要帮你 电一些我的声音在那个专辑后面 干我就懂意思啦 你懂吗 就是我唱的不行啊 不是啊 我不是放弃梦想啊 是同样的时间 与其我要把同样的时间拿去练习 就是把唱歌这件事情练好 那我不如来打打电动 或者是继续锻炼一下打嘴炮 更实在啊 我不是放弃梦想啊 我只是做出了抉择啊 好啦 先这样吧